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焦點視頻 我的社想行運密碼時段 今集錄這刻是2024年 4月3日清明節的前夕 這一天發生了什麼事呢 話說在早上7時多的時候 神事發生了地震 在哪裡呢? 就是台灣和日本中間的海域 板塊發生了地震 影響了台灣的花蓮縣 和日本沖繩那一帶 由於日本有沖繩做一個天然的防護 問題不算很嚴重 不過直至我現在拍攝節目這一刻 台灣已經是陸陸續續 有些傷亡的報告 說真的都不是一件好的事了 我們在八字和紫微斗數 如何看到這些天災人物 以及我們應該用什麼心態去面對 日本和台灣 陣完之後又會怎樣 當然 可能有些人會說 社長 你又玩馬後炮嗎? 每次 明星出事 鳥三明死了 你又說鳥三明 地震 你又說地震 會怎樣呢? 其實不是說什麼馬後炮 只不過是件事發生了 我們嘗試在他的命理 出事那刻的時辰 去找出一些危端 如果發現 這件事是有一個關聯性的 我們就會拿著這個關聯性 去對之後的事 去作出一些預測 並不是說馬後炮那麼簡單 簡單來說 你說我抽水也可以 拿這些事件去抽水 但是 當中當然是有些資訊 或者有些教育性的東西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集不要錯過 看影片的觀眾朋友 希望你們立即訂閱我們 焦點FMTV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是一個知識中藝的網絡電視平台 希望接下來的影片和視頻 會繼續可以帶到更多的資訊給大家 新一年我們迎接五周年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盡快訂閱和支持我們 OK 先說回 2024年 4月3日的神時 在八字開出來就是 甲神年 丁卯月 丁友日 以及甲神時 第一件事 貢獻大家 先不要理會天災人禍 如果真的 有這樣的八字 婚姻一定是不好的 離婚的機會很多 很大的 還有就是 健康不好 也得不到父母的眷顧了 父母可能小時候就會離婚 單身家庭 很快就看到訊息 因為很簡單 卯有聰 日資 和月令聰 都是主婚姻和原生家庭 關係一般 化回到十神 財破因 健康又算 很有趣 今次的地震 發生在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兩個燈火透出來 其實 也可以看到 台灣 和日本 正正在這個區域的 鎮央 出事 就是這兩個國家 還有他們 也是 有衝撞 某有衝 看看地資 待會看到 紫微斗數 會更加清楚 發生什麼事 現在 大家 如果看回我劉東林的片 其實我在七個月之前 去為大家說一下九運 九運 這二十年會發生什麼事 特別是 2024年 我都說過 一定是有大事發生 地震這件事 一定是 難免會出現的 不幸言重 我看到什麼呢 如果八字計 神土是板塊 神神自刑 根本的 凌晨 神秀 反而 一定是 關於 板塊上的事 你可以說是行業 你可以說是 熟龍的人 身體不是太好 或者 反過來熟狗的 這一刻 都可能會有些黑暗 當然要對回自己的命關 但是 神神地認 它就代表地 神呀,熟土 卯有衝 本身很奇怪 就是發生地震那一刻 那個八字是這樣的 兩個丁火透出來 兩個甲木 社長台灣日本 為什麼代表丁火 代表甲木不行 因為 日本和台灣 都是一個文化底蘊 很深厚的一個地區 他們很多時候 除了日本 除了科技很發達 他們文化方面的影響 也很深遠 例如卡通片 動漫 AV AV是一種次文化 一種娛樂的東西 是影響世界的 台灣也是 不是單單去賣夜市 賣台灣的科技芯片 他也是 有文化旅遊這件事 來做招來 文化旅遊 文明這些 都是跟丁火有關 所以是用丁火代表這兩個國家 我們看看 除了 地震那一刻 我們看到有 博有聰和神神自營之外 也看到兩個神 爭著柚 去合 爭合 爭合 自然是一種撕裂的局面 誰爭贏了 也代表輸的方面 沒有了一些東西 那不是說 日本贏 台灣贏 而是我們看 發生地震那一刻 的確看到下面地資 是動得很厲害 我們再看看 用這個時辰 即是2024年4月3日 神時的指揮走數盤是怎樣呢 很可愛 教大家的秘技 剛才那個 八字盤 那個重點是月令 月令逢充 是很嚴重的 因為八字而言 日元是立極點 但我們看月令 很多古牌的八字 用月令來取格之用 所以月令 是這個矛的話 我們在指揮走數盤裡面 我們就 找一個矛位去看看發生什麼事 好了 矛位是公六公 但是矛位裡面有什麼聲音 喂 有粒地劫聲 有粒地劫聲 那麼 地震 地震當然是一個劫 地劫 即是觸字策也好 什麼也好 它真的 在月令的矛位 化回紫微鬥數 找到一粒地劫 好了 我們再玩地之三合的東西 害貓味 味工出現什麼 地空 地空了 鎮圓空了 還是因為 下面不能填緊 所以地空地劫 那就看到了 好了 我們看看 害偉 沒有主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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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借對攻 遷移攻 遷移本身就是 這個 斗數盤裡面的 遷移那部分 三台 三台 就是高的地方 就是會塌東西 對了 那麼 那麼 就是 害貓味 三樣東西 去看 咦? 都看到地震 的訊息 那麼 另外呢 我們又看了這個 田澤公 因為 地震會塌 的 那麼 田澤公呢 天哭 天馬 沒有主星 那麼 看到呢 那個影像呢 有人哭 那隻馬 掛著那個 靈星 在那裡走 真的很蕭條 天搖 那就是 桃花星 殘花敗柳 桃花星 天搖這些 沒有主星 殘花敗柳 殘花敗柳 有 有哭聲 一隻孤單的馬 拖著 帶著那個 鈴鐺 一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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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陸傳呢 就沒有 沒有主星去 照耀他的 就是說 沒有錢 論息 還有 逢是陸傳呢 所在的公位 都會被這個 都是陽陀甲的嘛 所以呢 其實在田澤那裡 已經是一個 非常之不好的現象 那地震的東西 倒下來會怎樣 會截路 那我們呢 用回田澤弓 當他是名弓去看 他的菁兒弓呢 截路了 天無了 那最後呢 都會 逢空化吉的 都會解 解神呢 就是說這件事 其實會有一些 後續事情發生呢 是有個意義在這裏的 可能大家會守望相助 等等等等 就是類似那樣東西 那再看回 就是那個 嗯 嗯 剛剛所說的 卯美 害卯美 是的 地劫 的三合局 害攻 我回去 對攻 然後未攻 是地空 是的 新攻所在 新攻所在的地方 是地空 地劫 那麼連這個紫微斗數呢 和這個八字呢 都詩詩入扣 解釋到 哦 原來 我們這樣說 不是因為這樣 會看到有地震 是的 而是 當真的有些 空險事情發生的時候呢 我們 用紫微斗數去起掛 或者是用八字去看 都會看到一些端例 可以嗎 好 既然這件事 解釋到的話 我們捉住這個方向 去看看 還有什麼事件會發生呢 其實呢 剛才說了 是海貓尾 是吧 海貓尾 是這個月齡 那麼 即是八字 那一天的月齡 來的嘛 是東方 那麼呢 我就 即是 希望 不說中 因為始終不是好事 我認為呢 即是 內地呢 是有機會 在這年內 都會發生地震 是的 所以呢 我看到 有些網民 有些 其他地方的人 那 主要是哪些 大家心照 就覺得 日本 和台灣 地震 死人塌 他們很開心 那麼 我們看到他們開心的原因 純粹是 政見是不同的 那麼 我 我又想說了 看到他人 受福 看到他人當災 自己幸災樂 其實你知不知道 明天就到你 那 這個心態 我們是不要的 因為我 記憶所及 以前 沒有這些事情 譬如我 我 可能 我也會和別人結怨 都會有一些事情 有些人 我不是那麼喜歡 但我不喜歡 那人好 我是不想他死的 如果他發生一些不好的事 又急病 或者他的家人離世 對我來說 我是不會笑得出的 因為一單還是一單 但是 不知何時開始 香港人 或者一些文化 一些人 他會炒一碟 是的 就是說 你說一些東西 是 可能 觸碰到一些 政治的一些東西 你會將他整個人的東西 去抹殺的 但是以前我們在說獨立 獨立思考 只要你不是殺人放火 你是做一些不對的事情 但是你另一方面很有才華 很有成就 這樣 可以獨立分開處理 但是現在不是了 現在那個情況就是說 縱使你是十個不赦 一個幾不堪的人 但是你做一些事情 是合乎政治氣氛 你是說到一些東西出來 是 令到別人開心的 可能你也會成功 但是其實你沒有料來的 你可能是一個混蛋的人 反過來 你是 多有才華 多有成就 賺多少錢 之前捐多少錢 或者你在社會上 已經是一個位置 但是 你做一些事情出來 被人入到位 你政治不正確 會被人說是蟑螂王 蟑螂王是誰 大家查一下 這些事情是很奇怪的 我想說 看到別人 糟糕 你不去幫忙 或者你沒有能力去幫 一個軟式的態度 那就OK的了 如果你恨了我 說別人活該 我想說 你怎麼知道你明天後日沒事 地震是屬於地球的 它剛好震在那個位置而已 不是代表其他地方沒事 到你自己出事的時候又會怎樣呢 我覺得我自己有點傻疚 在這麼敏感的時刻 或者是一些事情很反自 說這些話 多一句 招電視頻 叫我講 為我拍這個節目 不是叫我講 為我拍這個節目 是吧 他們都不怕我拍給你講 耶 好了 這一集就講到這麼多了 下集見 看影片的觀眾朋友 希望你們立即訂閱我們 焦點FMTV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是一個知識中藝的網絡電視平台 希望接下來的影片和視頻 會繼續可以帶到更多資訊給大家 新一年我們迎接五周年了 希望大家可以盡快訂閱和支持我們